请注意我和超前部署不下广告 不成立LINE群出 如果叫你加LINE就是诈骗 记得喔 2016年4、5月 它先跌了8.5% 然后520之后就开始涨 而且是长期的一个涨势 那2020年1到3月 它就先跌了29% 然后5、6月之后展开一个 哇 就一直一路涨到现在 好 那么结论是怎么样 如果520前呢 加渐指数持续的攀升 那520后恐怕会出现一个 中期回荡的走势 那如果520前展开一个 波段的回档的话 那520后有机会再展开上市 大家好 我是严林 欢迎收看超前部署 今天探讨两个很夯的议题 第一个议题是 00940已经破发了 有网友说要越跌越买 真的可以这样吗 以及520的行情 大家怎么看 很多的分析师说 这里大盘会一路旺到520 一定要买的股票有哪几档 马上欢迎今天的大来宾是支撑分析师李永年 永年哥你好 永年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ETF就是00939跟00940 那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 杜金游杜老师有特别针对00939一招逆转胜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操作心法 引起大家热烈的回响 所以永年哥今天你的任务一样重要哦 因为其实00940呢在愚人街这天呢挂牌上市 那当然其实蛮符合预期的就是跌破发行价 它的收盘价格呢是收在9.76元 我刚刚为什么会用一如预期这个形容词 主要是因为上个礼拜五 其实它收盘的时候呢 它的净值已经是9.92了 所以跌破发行价我觉得这个是既定的事实 那大家比较想要这个进一步理解的是说 接下来是不是会越跌越买 因为已经有网友说 他预测了00940应该会跌到礼拜三 但是呢它的坚定的信念就是越跌越买 因为大盘的趋势依旧是多头向上 永年哥你怎么看 OK这个大盘是到底是多头向上 还是多头向还是空头向下 我觉得跟这个没有关系 跟这00940什么时候去买没有关系 而是在于说大家要想到 就是说这一次呢 我们讲句实在话 00940的挂牌真的是轰动武林惊动万叫 甚至于呢还没有挂牌 就已经有人开始在这边什么自救会 成立自救会22万人 OK好重点在这里 我觉得因为大家的心态是不对的 其实这一位网友讲的 他说越跌越买 其实他是正确的 为什么他是正确的呢很简单 请问一下高股CETF 大家原始会去买这种高股CETF的目的在哪里 很多人就是要存股啊 慢慢存不是一夕致富一夕报复嘛 是不是就是他的意思是怎么样 我今天买的价钱跟十年以后买的价钱可能是一样的 就是差距没那么大啦 对他他应该是正常的 所以我要赚的是什么赚的是他的殖利率 殖利率越高我越开心对不对 那可是呢现在呢这一次好像有70万人去认购 这个00940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有认购的这些投资朋友 你的目的在哪里 那我觉得大部分是目的是在赚价差耶 就你违背了这个高股CETF的购买的原则了 对不对 所以呢那大家想说哇他会破发 那就觉得说非常严重 那事实上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买ETF高股CETF你是希望他跌 你是希望他跌 跌的越深我买的越便宜 我的以后呢 十年的我的殖利率会越高 不过有年跟你讲的是理想中的状况 因为呢其实现在很多网友希望是 配息也好价差也赚 是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的话 上帝都换人当了 所以我们讲就是 因为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高股刚好我讲了高股CETF 他的原则就是呢 要给你做这个存股用的 对所以呢他是讲究的是高值利率 那高值利率呢 你越低的价格去买他 你的值利率是越高的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呢你如果是以存股为原则的话 你看到他破发了 你应该很开心才对啊 可是现在会有很多人在骂啦 在不高兴啦 那是因为呢你的出发点就错了 嗯 所以你不能不能这样子想啊 所以我的我简单的讲就是说 他会不会只跌到礼拜三 这个我不敢讲 应该是因为四五要放假 对对 下礼拜我不知道啦 对哦 理论上来讲的话 应该是应该是越跌越买 这个这个原则我是赞成的 好 那么现在手上如果已经认够了 然后呢已经破发了觉得心里很不平衡的投资朋友 我是建议你这样子啊 你把时间往长拉一点 嗯 那我觉得他我不敢保证他们一定会回到这个挂牌价之上 可是呢 以长期来讲的话 这个时候越跌越买 应该长期是可以活力的 对因为如果是设计比较好 逻辑比较完整的高股息ETF即使他挂牌破发之后 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 时间久一点 他还是会回来禁止 然后甚至这个可以有资本利的一个情况 没错 好 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再请永年哥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 因为其实呢00940今天开盘10分钟不到 成交量就已经是20万张 那大家就说怎么就是投资人把这档00940当做当冲在交易啊 那尽管会主也出面出来澄清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心态 对没有错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其实高股息ETF他发行的目的是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存股的标的 他不是发行来出来给你做这种价差啦 或者你如果真的要做价差 我今天讲难听的 那你去做那种正二啊 负二的这种东西 那因为他是连结到这个这个台子旗啊这一方面 所以呢你做那种可能价差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说你为了要做价差或者是赚取这种资本利得而买这个高股息ETF的话 那恐怕会比较让你失望一点 好也就是呢我们的心可能都被养大了 那因为你对高股息ETF有错误的期待 难免呢就会有一些失望 莫忘出周 好这是包括杜吉隆老师跟李永宁老师给大家的一些提醒 好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进入今天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呢 我记得在两三个月之前就有几位分析师喊 台国的行情会一路涨到520 主要是因为呢他们发现其实蔡总统对股市蛮关心的 我上个礼拜呢看到一则新闻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也来请教一下永年哥 蔡总统在非常重要的公开场合说 如果这几年大家有买股票的话 你们都有赚到钱吧都很开心吧 我也特别去查了一下 蔡总统第一任就任的时候呢 我们台股大盘的位置是在8100点 现在是2万多点 所以呢蔡总统如果很关心股市 而且蔡总统也需要所谓的历史定位的话 我想520行情值得期待了 520行情坏不到哪里去 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最近关股行情的关股的买卖的金额 那我们发现其实从3月以来 关股大部分都是买的 那当然就是上个礼拜五有调节 主要是因为上个礼拜五大盘其实是大涨 所以呢关股可能在这边做一些事实的一些调节 那当然就是就上个礼拜五呢 关股买超的一些个股包括 939耶 关股也在买939 还有元宝光宝科等等 事实上我也查了一下 关股近20日的买超的股票跟标的 大概也是这几档啦 元宝然后鸿海 然后一堆金融股 所以永年哥认不认同 有没有所谓的520行情啊 我们这样子讲 因为其实按照过去 就是两任的这个总统就职 就是520 那其实之后都是有 都是有所谓的这个520行情的 是之后哦 之前倒是不一定 之前不明显 之后涨得比较明显 对对对 之后倒是倒是比较明显一点 你可以看 像是呢这个20年来 他讲说520行情表现 520后 后20日跟后60日 他的涨幅 涨的比例高达百分之71到64 那么而且呢 这个2016跟2020年呢 520后60日平均涨幅 高达百分之17.3跟12点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在这个520之后呢 他是这两次是有这个 520所谓的520行情 可是我这样子讲了 这次会不会不一样 我们先不下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呢 从公元2000年开始 因为我们这次只有看 2016跟2020 那我们看一下呢 在从2000年开始 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这个公元2000年 2004 2008 2012 你看一下这四年呢 连续四年连续四次 520后不管是20天还是60天都是跌的 是因为选完了吗 所以520之前先涨 OK 比较重要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了 2016呢跟2020年 这个不一样了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520前他都先跌一波了 2016年的四五月 他先跌了百分之八点五 然后呢 520之后就开始涨 而且是长期的一个涨势 那2020年呢 一到三月他就先跌了百分之二十九 当年是COVID-19 他还记得吗 他跌了百分之二十九 然后560之后展开一个 哇 就一直一路涨到现在嘛 好 那么结论是怎么样 如果520前呢 加权指数持续的攀升 那520后恐怕会出现一个 中期回档的走势 那如果520前展开一个 波段的回档的话 那520后有机会再展开涨势 所以简单的讲 就是说如果呢 四月份他是跌的话 那甚至于跌到5月中旬的话 520之后就很有机会涨 可是如果从现在开始 继续涨 涨到520附近的话 那可能就要回档了 比较麻烦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过去的历史经验 公元2000年的5月在这里 他是红的 可是呢 之后是大跌 为什么 因为网络泡沫化 这个非战之罪 好 那2004年呢 就比较正常一点了 比较正常的 可是呢 你注意看哦 他在这边 5月在这里 他之后还是跌 还是跌了两个月 之后才开始 慢慢的涨上来的 那到2008年呢 又是一样 又是金融海啸 所以也是非战之罪 2012年呢 你看他345是跌的哦 可是呢 这个6月7月 他是还是在底下的 还是在底下 所以呢 你可以看 在这四次里面呢 他其实520之后 都是跌的 都是跌的 不过他在之前 都有涨一波 对 之前都有涨一波 OK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看这一次 那现在呢 2016年刚才我讲的 在四五月 他先跌了一个 8.5% 然后呢 就开始一路往上走 在这边呢 那也是因为COVID-19呢 跌了29% 然后一路往上走 所以这一次 我们也是一样 那这一次呢 我比较要注意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从去年11月 到今年的3月呢 他涨幅高达 57.5%了 对 我们是从12629 一路涨到2万点 对 涨了这么多了 那你想 如果说4月到520之前 再继续涨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要回档 那回档的幅度 会不会比较大一点呢 会比较大一点 对 因为已经涨了这么多 对 理论上来讲 会比较大一点 尤其呢 我这个图呢 我没有把这个 技术指标列上去 如果把技术指标列上去 你就会发现 其实呢 到3月份为止呢 这个6个月的RSI 它的数字呢 已经超过85了 86了 也就是进入 这个严重的超买区 所以 我们不管说 他到时候呢 如果真的涨到520的话 那么 到时候不管世界上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技术性的回档 难免的 都是过热的现象 对 有年哥我插个水 我记得我们2月份 涨了1000点 3月份也涨了1000多点 如果不小心 4月份 又涨了1000多点 那520之后 感觉上这个回档 好像会比较多一些 应该会比较多一些 理论上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假设了 4月份真的又涨了1000多点的话 那么从12629涨 我们再涨1000点 哇 那就变成大概21000 对不对 那就涨了差不多9000点了 那9000点回个3000点 其实是正常的 9000点回3000点很正常吗 是正常啊 当然正常啊 因为它还算强势回档 回档1分之1的话 回个4500点的话 那个算是普通的回档 这个合理的回档 那回档1分之1的话 大家会觉得 哇 回档3000点好可怕 可是呢 它算是强势回档 以后还有再创新高的可能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心理上的一个怎么说 就是不能说是魔咒 但是就 我觉得数学上面的 很值得思考的地方 也就是说 当台股1万点的时候 回档2成是跌 2000点 对 可是当台股呢 涨到2万2000点 回档2成是4400点 大家听到回档4000点 一定会觉得崩盘 但它其实就像有年哥说 台股其实大盘要回档 就是15% 20%都叫回档 对没错 除非是三成以上 或者是五成 我们才说是崩盘 是没有错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说 在这边 其实到这里为止 到现在为止 它任何的回档 我都把它当作技术性的回档 过热之后技术性回档 所以目前为止 还看不出来有任何会崩盘的迹象 不管是台湾的股市 或者是国际股市来看 应该都还不至于构成崩盘 好那有年哥 我再请教你一个更犀利的问题 那你到底觉得哪一个可能性比较高 你认为520之前继续涨 然后520之后回档的可能性比较高 还是这边先拉回 然后520之后再涨 哪一个可能性比较高 我希望 个人的希望是他先回档 520前先回档 对 因为为什么 我这样讲了 除了这个技术指标过热之外 它本来就需要一个技术性的回档之外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今年11月美国总统要选总统 那你如果说现在就一路涨上去的话 那到了要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呢 那他就要跌了 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大家不要忘了 美国人每次出来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永远第一句话都是 为了要符合美国的利益 对 所以呢 我这样讲 他们如果要有个选举行情的话 美国股市也要回档休息一下 对不对 先蹲再跳 所以我希望他是 在520之前先回档整理 好总之呢是有变数了啦 那永远哥帮大家做了蛮完整的一个提醒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如果真的是有所谓520行情的话 大家一定要买的是哪几档股票 第一档我看到永远哥提供的股票就是鸿海 永远哥这个一定要称赞你 我记得呢 我们去年在讨论鸿海的时候 永远哥就说 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前 鸿海都不会动啦 大家可以先不要看这档股票 果然选后 特别是法售会之后 这次的法售会之后 大家觉得鸿海真的是被蒙成的珍珠 如果我们把它归类到AI概念股的话 它真的太便宜了 那我觉得大家现在手上有鸿海的人想知道的是 鸿海有机会继续往上走吗 因为已经休息了这几天嘛 OK对那已经大概休息了两天了 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说大家对鸿海的这个印象都不是很好 对不对都想说他每次呢一盘就盘个三四年 然后涨一波就结束了 一波到底就结束了 就很短 那可是呢 我要讲他今年的情况有一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大家前一阵子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所谓的台积电呢 因为他的权重占整个大盘的权重呢 已经接近30%了 那这个呢就是符合美国的这个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叫做载机指数 载机指数 他如果说呢有一档股票呢 他在连续90天之内有45天 他的权重是占整个大盘的30%以上的话 那么这个这一个期货市场 他就会变成就台子期了 他就会变成叫做载机指数 那美国的投资机构跟投资人 通通不可以来买台湾的这个台子期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那他没有办法避险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卖 这些外资就必须要去卖这个台积电 所以在2021年发生过一次 那当年呢 这个台积电的股价 从最高679块 四个月之内跌到518块 这个可见 这个威力是相当大的 那所以呢 我是认为了 我们要避免台积电的这个全值比重太高 因为上礼拜五 他已经达到31%了 他如果说要避免的话 两个方式 一个压抑他的台积电的股价 第二个呢 是拉台另外一个全值股呢 把这个把他的这个权重扩大 那这样子就会那个压抑台积电的这个 那么我们是认为说 红海的责任重大 所以意思就是轮到红海来发威来接棒了 对对没错 那为什么说红海不是而不是联发科呢 因为他是第三大 这个联发科第二大 因为呢 他底下还有很多的子弟兵 对对不对 还有红家军 他是一个整个上来 所以他的市值可以变得很大 他的权重可以增加的很高 那联发科他就单枪匹马 就比较没有占这个优势了 好那么另外呢 我们再从基本面来看 那么去年呢 他的EPS是10.25元 现在的本益比是多少 15倍 大家不要忘了 台积电的本益比是多少倍 20几倍 对已经超过20几倍了 对不对 所以当然有人会讲说 那这个红海怎么跟台积电比 对不对 可是 就一个做代工的 一个是做AI晶片的 对 可是呢 我必须要这样讲 股市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题材够吸引人 他涨到30倍都可以 他的本益比到30倍都可以 你去看 在之前 在前一阵子很多股票的 他的本益比 像是很多IP股的 对 他的本益比都要140倍 130倍 对不对 还有散热也是啊 是不是 OK 所以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本益比 是有点委屈他了 那当然 因为他是NVIDIA的 他是新的伺服器 GB200的主要供应商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那么 基本面上来讲 大致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月线图 他用15年的时间 做出来一个底部 我为什么说他用15年 做出一个底部呢 因为你可以看 他是一头比一头高 他第一波的高点 113 过来12.5 过来134.5 他是一头比一头高 所以呢 他其实是做一个上升的底部 那么这个底部呢 他的压力在哪里呢 我们讲句实在话 他上面已经没有套牢压力 没有压力 所以永年哥 你这边写了一个数字250 意思是有机会到250 为什么我画200 我不能随便讲 对不对 对对对 不要有逻辑的嘛 对因为呢 你注意看 这个250 是他左右间的位置 如果我要讲高点的话 那我就讲300 或是375块 大概历史高点 375 那么所以呢 我们大概用左右间的位置 应该是在250 200到250之间 不过我们拉回到现实面好了 是不是要先看 能不能够站稳200块再说啦 对对没有错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的目标的价位 大概是在200到250块之间 这是从技术面来算的 那么当然重点是在这里 他要先站稳155块半 站稳150块半之后 你就可以看 他所有的大量都是在底部 都是在底部 那他所以呢 他这个底呢 不但是时间长度够 那么他的量能 换手量也够 所以我是认为说 他是有机会来的 好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 就分批买嘛 对不对 这几天在休息啊 看起来好像也跌不到哪里去嘛 对 好这是第一档股票 OK 第二档就是鸿海的子弟兵 对华汉 华汉也是一样 大家注意看一下 他在这边呢 用了五年的时间 做出一个底部 用月 我都是用月线图算 我们要看长 因为看短的话 你真的买不下手 好 他的重点在这里 他载手订单呢 超过1400亿 是什么意思呢 他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了 所以今年都 你就不用管他了 今年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不重要了 一个后面 OK 那投信呢 从一月份开始呢 一共买差不多7500张 所以这档股票 他又是00940的成分股 而且呢 听说这个00944啦 00946啦 大概也会把它纳进去 哦就是其实后面还有源源不绝的买盘 是 所以落不到哪里去 应该是的 那所以呢 去年的EPS 19.01 他其实 你不要看他的股价那么高 他的本益比才18倍而已 所以呢也是这个本益比也是比较 比较稍微好一点 可是呢 在这个月线的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他这个已经有点过热了 有点过热 所以我们不排除他4月份呢 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 那4月份整理的话 因为基本面没有问题 底部也成型了 我觉得 拉回来是可以考虑 那拉回来到什么样的位置 或有什么样技术面的指标 我们可以做一些介入呢 原则上来讲的话呢 这档股票呢 因为他在这里 有个那个颈线的位置 大概是在320块这个附近 在这个附近 那我觉得在这边承接呢 风险应该是比较有限的 好 其实工业电脑的公司啦 而且呢 就像有年哥说的 现在订单已经看到明年了 看起来呢 业绩面蛮值得期待的 是的 没错 接下来国具 有个坦白说 看到你提供这档股票的时候 就觉得 有些疑问 这个老板的形象 是 争议性比较多 很厉害 你比我会说话 他的争议性是比较强的 对 但其实如果仔细去研究的话 他跟AI概念股也是有关系 当然啦 对不对 不然我怎么会说 要注意他呢 其实你也可以看 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月线图 其实你看他主顶做了多久 从2009年就开始做了 他做了15年 花了15年时间主顶 而且呢 你看他的所有的历史上的大量 都是在低档 对 都是在低档 反而现在呢 他的成交量反而越来越小 对不对 越来越小 可是他的股价越来越高 这表示什么 筹码实在是太稳定了 而且有大户在吃货 默默吃货 好 重点在这里 大家看 他今年预定是配息20元现金 另外加上两块钱的股票鼓励 现在这种制造业 还有谁在罚股票鼓励 可是他就会罚股票鼓励 所以我刚才说他厉害 他厉害在哪里你知道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当年呢 大概从100多块 一直涨到1310块 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操作 他一直在减资 对 不断的减资 对不对 所以他的利润不断的拉高 那现在呢 其实他在去年呢 他的EPS多少 他是超过四个股本 他超过四个股本的这个EPS 那表示怎么样 他的这个表现还是非常好 所以呢 他现在呢 又开始呢 扩大他的资本额了 所以他敢扩大他的资本额 一定是怎么样 表示他的这个EPS呢 会跟着成长 所以呢 大家回头看一下 上次配发股票鼓励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2018年的2月 当时的股价是颇断的最低点 有年跟我懂你的意思了 上次呢 配发股票鼓励的时候 股价是最低点 那这次呢 也配发了股票鼓励 所以后面的行情值得期待 很有戏 没有错 没有错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他一到二月 累计营收年增率是8.1% 那客户呢 库存清理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第二级就重启拉货动能 最重要是在这里 弹直电容器呢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用在AI伺服器上面 因为AI伺服器 它运算的那个速度很快 然后功能就要非常强大 那弹直电容器呢 它是这个电容器里面呢 它是流量最大的 而且呢 国具是台湾唯一会生产电燃 这个弹直电容器的这个工厂 所以呢 我觉得这档股票呢 因为我讲出来这档股票 我相信90% 都不认同 也不会 其实 有人跟你知道吗 我对陈泰明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其实他当年股价涨到一千多块的时候 那当然第一个是减资 第二个陈泰明先生真的很厉害 是 前期在卖股票吗 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优质节目 我们要讨论政经事 好 他透过不停的诟病 因此呢 他在业界上面 其实是有定价权的 我觉得有定价权 那件事情很恐怖 没有错 一旦需求非常大的时候 你可以一直抬高价格 你的毛利率 你的EPS 你的获利 全部都一起上来 对 没错 没有错 因为他当时呢 他的这个销售的 那个手法呢 也实在是令人 令人很震惊 你知道吗 就哇 怎么还有人这样子做生意的 因为他像他下游很多通路商 他是直接就扑货 你先付钱给我 对嘛 先付钱 先卡位先赢嘛 对 先付钱 而且是全额哦 他不是付定金哦 全额哦 对 付全额哦 真好我们也比照办理 对 OK 所以他真的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说国具这张股票 其实可以注意 好 所以呢 这个是财讯帮大家统计的 就是呢 规模前八大的高股息ETF里筹 那么就是集中在哪些个股 那当这些个股 他的筹码呢 占他的市值比重是越高的话 结果可能发生一件事情 万一当高股息ETF的净值回档 那这些公司的基本面也没有跟上 或者是他的股价涨太多了 他回档的可能性又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我们要请永年哥来帮大家提醒的 不管是瑞鱼汉唐见顶等等 这些ETF筹码占市值比重比较高的这几档 有没有哪几档呢 你觉得投资朋友要特别担心的 因为极有可能他们会从所谓的高股息 比ETF变成危险股 其实这个当然是说 这个ETF的筹码占他的市值比重越高 他的风险当然也越高 为什么 因为当股市崩盘的时候 大家注意 他会有个这个流程 就是说这档股票 这个成分股 他的股价会先下跌 那股价下跌了以后呢 那这个ETF他的禁止 就会跟着下来 那跟着下来之后呢 那会有很多人会把 很多投资人会把 因为恐惧 会把他手上的ETF卖掉 所以这ETF他手上的资金就减少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去卖他的成分股 那卖谁呢 就是谁的风险最大 就先卖谁 那谁的这个占比 这个比重的越高 那他就先卖谁 这是一定的 那所以呢 这种股票呢 在股市崩盘的时候 他会承受两次的卖压 甚至于会到三次 第一次就是投信卖嘛 然后是吗 先是股价 先是就是一般的投资机构 去卖这档股票 然后呢 ETF再来卖 然后他自己再跌 继续这个本身再跌一次 所以大概会有两到三次的卖压出来 所以他们的这个风险会比较大一些 当然了 除了他们的这个筹码占市值的比重之外 另外呢 我们也要看一下 他的这个本益比 然后各方面 因为大家在 尤其法人机构在卖的时候 他会优先看一下 他的体质到底怎么样 所以呢 我给大家统计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是汉唐 他的风险会比较大 因为他这个几乎现在是每一家 都有 都有他 还没有完 OK 所以 虽然他的这个本益比是15倍 算是比较安全的 可是呢 因为他的筹码的问题 然后呢 另外像是群光 他的本益比就21倍了 然后瑞玉呢 那当然瑞玉因为他是这个 IC设计 IC设计本益比可以高一点点 本来就比较高 可是呢 当股市呢 出现崩盘效应的时候 大家不会管你是什么产业 大家一看那个数字呢 就先砍再说 因为以前最有 最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台积电 台积电当他的 他的本益比到30倍的时候 他一样是往下杀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三种股票 可能要到时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也就是数再高 也不会高上天 对 基本面再好 当你的股价已经大涨一波的时候 大家总是会担心有一些卖压 是的 所以呢 今天谢谢永年哥 带来这么多丰富的资料 也提供给观众朋友当作参考 最后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 00940 你会越跌越买吗 以及520行情 大家觉得最值得买的 几档股票是哪几档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 也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 不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安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